倘若有人问当间汽车行业最具明星象的车体是哪个,一定非特斯拉莫属,作为这个星球上曝光率最高的企业,甚至华尔街投资人,下至普通消费者,特斯拉的消息充满了整个世界,然而近一段时间高曝光度怎让马斯克高兴不起来? 量产瓶颈,疯狂烧钱,高管出走,大幅裁员等事件加剧了危机,在刚刚过去的7月10日,特斯拉终于见到一丝曙光,当晚特斯拉与上海临港共同签署了纯电动车项目投资协议,在上海临港地区独资建厂,项目年产量达到50万辆整车生产规模,至此,马斯克持续了两年之久的中国梦终于落幕, 特斯拉也将成为第一家在中国独资建厂的外资车企,龙豪,上海,从硅谷到临港,特斯拉这段9944公里的旅程,足足用了两年之久,特斯拉要在中国建厂的消息最早可以追溯到2015年,彼时的马斯克意气风发,唤醒了无数中国中年男人的造车梦,带着骄傲与风荒将特斯拉推向中国, 却拒绝了任何来自中方的条件,当时,特斯拉兼职独资地位,在加大业道的上海临港,看来是不可理喻的,上海市政府断然不会允许一个纯外资汽车企业落库,谈判多次陷入僵局,平心而论,当时的特斯拉作为行业翘楚, 确实有资本和自信这样要求,但骄傲却最终成为了压狂他的道逃,直到今年中国政府表达将近一步扩大开放的态度, 国家发改委宣布在2018年将取消商用车、新能源汽车外资股比限制,2020年取消商用车外资股比限制, 2022年取消商用车外资股比限制,同时取消合资企业不超过两家的限制,才给了特斯拉坚持独资的一线生机。 另一方面,随着中美贸易战打响,特斯拉的美国纯进口车器受到巨大影响。 根据特斯拉官网信誓,Models和Models,X两款车型全系价格均有所上调,涨幅区间在是3.93万到25.66万元, 一面是中国新能源汽车市场广阔的前景,另一面是贸易战制式生存环境恶化。 别的特斯拉再也没有转环的余地,乐库中国是放产能,提高生产效率并完成订单, 似乎成了他目前唯一的出路,与三年前马斯克党首来到中国不同。 逼时的他天纵阴才,然而,如今的特斯拉倒有些像是不要彩礼,只求嫁入好门的杨媳妇。 时间和资金是特斯拉的猛眼,俗话说万事开头难,成功与上海临港达成合作协议, 并获得独资身份为特斯拉开了个好头。 但真正的考验还在后面,只有完成资质申报,投资建厂,生产将附奔多个环节, 才能算真正落户中国。 而目前时间和资金两座大山,依然摆在马斯克面前。 特斯拉上市八年来,美股股价攀升了百分之两千, 一度将福特合同有踩在脚下,成为全美乃至全球最吸金的汽车制造商。 但是,由于几位能规模化生产,导致持续亏损,从而变成了一个稍前的无底洞。 有消息显示,截至今年5月,特斯拉未尝还债务已达94亿美元, 其中12亿美元债务将于2019年到期,现金流已扩大到-10亿美元。 前不久,马斯克搭着帐篷监工,才终于让特斯拉的周产能达到5000辆规模。 但当机遭到富特嘲笑,美国知名对冲击金经理约翰·唐普森认为, 现金储备只能支撑5个月时间。 在生存问题上难保证的情况下, 特斯拉该如何建造一座50万年产能级别的新工厂? 特斯拉入华的这场大戏起起伏伏,归根结底在于马斯克对独自的执念。 事项如果三年前马斯克在建厂仪式稍作让步, 那么或许Model三早已经国产, 特斯拉的产能或将会媲美传统车企。 马斯克也依然是华尔街的宠儿, 然而这一切,都只是假设。 中树,成年会秘书长崔东树曾表示, 相比于中国品牌纯电动车, 特斯拉拥有品牌,做工和续航的优势, 特斯拉的技术优势, 未来,或将让赐助新能源品牌难以应付。 不过,最近未来汽车的掌门人李斌, 倒是气定神闲, 他用一句特斯拉是温室里的花朵, 表达了自己必胜的信心。 虽然李斌的话有些轻描烂写, 但从现实层面来分析, 特斯拉杀气十足, 但第一他的正是量产, 要等到两年之后, 而中国的自主品牌早已经不同于往昔, 两年之后露此水手尚未可知。 另一方面, 特斯拉的中国只是领到了入场券而已, 真正的战斗还没开始, 上天虽然给了马斯克独资入华的大礼, 但同样也用宝马与长城、 华晨的合作, 代母了与清华联手的消息告诉他, 未来的竞争将会升级。 中国新能源汽车市场, 将不仅是众人眼中巨大的蛋糕, 而是全球新能源汽车竞争最激烈的战场, 因此, 马斯克的美梦恐怕不会那么轻易得手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 放闻TT 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